好,大家好,你好,我是張老師 對,我今天要講的是那個 2019幾害年,豬啊 我今天是豬校 我們要講那個屬羊的,羊男的 你的財位跟桃花位 如果你的經濟能力好夠強的話 當然你可以找你們喜歡的老師去你家裡 去你辦公室幫你弄 如果說你喜歡DIY的話也可以自己做 其實風水風水就是講洋宅嘛 就是講什麼空間嘛 direction, decoration 講空間跟布陣的問題 空間啊,方位啦 還有一個叫布陣 老師跟你們講的這種布陣的方法 都非常中性 就是說,只會有利於你,不會損害他人 有沒有,老師擺的陣都是這樣子 如果你有那個機眼,你就會看到這個袋子 如果你有那個機眼,你就這樣去弄 為什麼,屬羊的人 一樣屬羊的人,方位不一樣 這叫你的榴槤啊 每個人的羊不一樣啊 有金羊,土羊,火羊,水羊 怎麼方位一樣 像這個南邊屬火 南邊是屬火耶 阿不然你是屬水耶 你的五行八卦是屬水 阿不然叫你在這裡弄他嗎 阿你不是找死嗎 所以有時候齁 你不了解這個東西 不要隨便去批判它 你可以說命理算命是騙子可以 不過在你要下定義說 命理算命都是騙人的時候的之前 請你了解一下什麼是命理 像有人說警察都是壞蛋,都是貪污的 請問你幹過警察嗎 請問你幹過警察嗎 有人說罵人家恐龍法官 你這個恐龍法官 請問你做過法官嗎 沒有阿 像有的人說 唉呦,你們對小孩子不可以打 不可以罵 要用愛的教育跟他溝通 請問你當過人家的父母親嗎 為什麼有的人說小孩子是惡魔 你沒有當過人家的父母親 你不要講這種話 如果你當過人家的父母親 你知道那種辛酸、痛苦、無奈、絕望 你再來跟人家談什麼幼兒教育嗎 像有的人根本是天龍 天龍八度 自己都要幻想 自己在想像 隨便哪一個人 你這個八是怎樣 我跟你講,郭台銘怎麼樣 這個王建銘怎麼樣 這個柯P將來會怎樣 這個王金銘會怎樣 我也可以講 問題是 for what 幹嘛 你要講一個這種東西 如果你是屬羊的 你的方位在哪裡 是哪一種羊 哪個方位適合你哪裡 這兩個都不錯,你賺錢好啊 你賺錢的話 有利於國際民生嘛 我們的社會都賺錢了 如果你有好的桃啊 你太太高興啊 你女朋友高興啊 你老公快樂啊 你男朋友happy啊 這有什麼不好 叫做皆大歡喜 Win Win 雙影你知道嗎 有沒有 有一個電影最近很好看 周恩華演的無雙 哇那個蠻好看的 我覺得 超人類想像 無雙 我看過六遍 網路的啦 網路看的啦 那我現在跟你講 什麼叫Win Win 這不是零合遊戲嘛 你賺嘛 所以說 男生女生需要大不同 那個柯P有一個廣告有沒有 柯P啊 男生節奏快嘛 女生節奏慢 有沒有 我們兵法上有一個話叫速戰速決 我跟你講 女生沒有速戰速決這馬事 女生一定要起乘轉合 因為今天不是兩性生活 我就不講太多那個 對不對 男生一定速戰速決嘛 因為男生是游擊隊嘛 打了就跑 男生構造不一樣 男生有沒有 男生就打游擊有沒有 然後瞄準目標 然後見面敵人就跑 打代跑戰術 女生不一樣 女生一定要起 乘轉合 沒有這四步動作 做不起來 如果你是男生 1991年的男的 楊男 29歲 你的才會在東方 那你的桃要在南方 那你要問東方要幹嘛的 你的房子的東方 還是你現在住的套房 你住的房子不管大小 一定有一個東方 你把東方弄乾淨一點 把所有可以招財的東西 比如說聚寶盆啊 殘廚啊 皮修啊都可以 老實是一般不正 我是用水族箱啊 這個很重要 那個殘廚都奇怪 都是用金色的 其實五行的顏色很重要 陰陽跟五行 這個很重要喔 你們只要把這個地方弄乾淨 你們桃要都會好 財位都會好 問你是有一個問題在這裡 什麼時候會好 好到哪裡 老師第一個桃要好嗎 比如說這個桃要很通常劑 你怎麼知道哪個桃要好 但是畢竟比你不弄還好啊 我問你一件事 你出去坐電梯 現在都住大樓 有誰看到陌生人會說 嗨你好 有誰沒有人 我還會喔 我看到誰 嗨你好 因為現在人的防禦性很強 你幹嘛說你好 你是不是傳銷的 你是不是詐騙的 你不要管人家 不要在乎別人的指指點點 因為指指點點 他到時來是指指點點 你都不一樣 嗨你好你好 作用反作用 Action Reaction 你給他一個訊息 啾啾啾啾啾 他一定要回歸你something 這個一定的啊 你罵人家 問候人家祖宗 人家一定問候你祖宗啊 再加兩個字啊 你說你好 難道他會說我們不好啦 不可能吧 所以一定要伸出友誼的手 我沒有叫你伸手 嗨你好 好再見 請問幾樓 我不是保險從業的人員 我不是李莊 我不是死檢二 我都不是 我是命理師 但這是最起碼的 有沒有 你講這句話之前喔 不是只有對方會注意 你也會注意自己的衣容外表 有沒有 這叫做君子不重則不威啊 你不裝重就沒有威嚴 有沒有 孔子講得很清楚來 一定要注意喔 老師這個東方要放什麼 我放水族箱 最重要是水族箱的魚是什麼顏色 不要亂養啊 不要亂養 魚的顏色不要亂養 為什麼有的人養魚 一發如雷啊 有的人養了魚 又一退如灰啊 灰頭土臉 像如果你是這個生肖的人 嗯 我看看 紅色就很好 紅色 這個魚就要紅色 如果你在這個柴位啊 如果你在這個柴位啊 你給它放上齁 你這個柴位齁 我跟你講齁 你在這個柴位 如果你放上不好的東西就不好了 懂不懂 換紅色的比較好 老師的建議 好 第二個 第二個 在桃花的地方 儘量放上這種粉紅白盒 有沒有 這老師在台中Costco買的 很香 單價這樣六十 因為我買一把三隻 一百八 你們可以去買 不然你買一隻大概四十五 因為我這個花比較多 你看我這一隻花 一朵有四朵花 你可以買那個一隻 只有一隻花跟兩隻花 大概四十塊左右 常常換水 很重要 好 第二個 第二個 一樣 第二個 1979年 四十一歲 因為你這個年紀已經有一點點了 四十一歲 你才會要特別注意 老師跟你講一種魚 去買個水竹箱在南方 在你家那住家南方 如果南方 如果南方那個地方 剛好是你家的廁所 浴室 還是你家的曬衣間 還是你家那個明堂 你就拍名 抱歉 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地方叫東方 桃花就是你第二個柴位 這個都可以弄 你在南方這個地方用什麼顏色 我想想看 好舒服 你看那個魚有沒有綠色的 Green 這種魚要好好找 想辦法找那個魚 如果真的沒有 就找紅色的好了 我認為Green的 綠色的不好找 找找看應該還有啦 有一種烏鍋魚有沒有 身上綠綠的 我最近很少去買 我都買烏龜 對啊 我都買烏龜 這個是另外的規格 我叫我養烏龜 火的喔 三隻 三隻烏龜 兩隻巴西龜 一隻腸尾龜 那你如果四十一歲 屬養的東方 你的桃花 這個東方一樣 如果你已經結婚了 有固定的配偶 或 配偶一定是固定的 如果你有固定的伴侶的話 那就用萬靈青吧 我買這個桃花不要會抽魚 我是做示範而已 先講 我也沒有接受 賣花的贊助 我是這個示範一下而已 先講 你可以買這個萬靈青 這個萬靈青不錯 還有那個 這個也不錯 這個叫什麼 這個 這個 這個什麼 黃金格是不是 你也可以買一個 把它弄乾淨了 這個一定要弄乾淨 因為桃花味有一個習慣 桃花它喜歡鮮 這個很奇怪 你又屬羊剛好 你知道這個鮮是什麼意思嗎 魚跟羊下去煮 聽說味道很好喝 羊肉魚再加一點豬排骨 味道不一樣 因為羊比較 怎麼講 比較腥有味道 那是以前的羊 現在羊都不一樣 吃飼料比較沒味道 加點魚跟家裡豬肉下去煮 那個味道就很鮮 好 東方一定要弄乾淨 要弄乾淨 好 如果你是1967年53歲了 這個時候應該正常來講 公司的高階主管 或是自己當老闆 你的才會在西方 這時候你的魚要養什麼顏色 黃色 黃色喔 注意喔 魚不要亂養耶 黃色還是白色的 還是金色的 很重要喔 這是你的才會 你就有很多選項 如果家裡養白色的魚 絕對是高手布陣 如果家裡養黑色的魚 也是高手布陣 你看如果你去人家家裡 他家裡用黑色的 這個你不要去問人家了 你就跟那個主人講 你家有高人來看過了 那個老闆一定這樣 馬上跟你簽合約 跟你買保險 馬上跟你簽禮專 禮專的那個外匯買賣合約 為什麼 高手 為什麼我的學生當中 很多是理財的 禮專的 還有那個保險公司的 還有實檢的行業 我很多學生都做這一行 我都教他 因為你賣的產品 大家都賣一樣嘛 保險的好處還要 你講嗎 買外匯的風險 還要你講嗎 買基金的風險 還要你講嗎 實檢那個行業的優缺點 還要你講嗎 不要 我今天是消費者 我要那種叫做 異化 異質化的感覺 我要你跟人家不一樣 你給我那個feu 你的一句話 一言可以心幫 一言可以上幫 也就是說 你講的一句話 可以讓你得到這個合約 欸老闆 你家的 找高人步過陣容 你看 黑色的 老闆馬上連一層 好請坐 請坐 請上坐 茶 泡茶 泡好茶 這有典故耶 以前蘇士不是去找一個老和尚嗎 聊聊天啊 不知道什麼佛法還是什麼名字 忘記了 名字書讀太多忘記了 不是跟那個老和尚在聊天嗎 那和尚也不認識蘇士啊 坐 來啊 茶 欸講講很投機喔 請坐 泡茶 越講越投機啊 怎麼有人 有凡夫俗子 如何對佛法的造詣如此之聲啊 來人啊 請上座 然後 泡好茶 這叫做label 程度不一樣 一樣 你的雞眼很好 黃色的七八分 白色的金色都很好 家裡洋白色的也根本不好看 黑的白的高手不正 絕對高手不正 聽好齁 你的桃花在西北一樣 呃 黃金格 萬年青 還有粉紅百合自己挑一個 這個可以自己挑一個 如果你是1955年 今年65歲了 我們現在需要已經退休了 這個需要更多的錢喔 所以 這個時候最重要的地方在這裡 桃花 這個桃花管你的肾 黑色 你要把南方弄乾淨 我先講你的魚齁 你的魚 東方 木 木 等一下 你這個要黑色的 黑色跟綠色的 不好找喔 這魚不好找 黑色的 黑色綠色 墨綠嗎 欸 欸 你的位置很奇怪喔 黑色的 黑色的對你很好 高手不正 你的魚養多一點 你的魚要養十一條 十三條 十五條 老師啊 十一條十一條 很多不會啊 我養那個大肚魚有沒有 這麼大 我養的魚這麼大 我才養五條而已 碎碎條好嗎 你要養十三條 十一條 超過十條 因為你六十五了 水要保持乾淨 你的才會在南方 在南方 南方管你的腎喔 油肌要夠好 你最近腎這樣 這個腎要顧好 這個男生你的腎要顧好 男人沒有一顆健康的腎 不行 每天要打打坐 拉拉筋有沒有 小心膝蓋的問題 這個已經有問題了 一定要腎 因為這個地方管我們的 這個男生忍中的 一個部位 好現在講女生了 各位先生 各位女士 特別注意 女生是最嚴重的 一般來講得到 十二生肖屬羊的 一般來講 這個羊齁 G-O-A-T這個字 在西方的文獻上 是比較這樣的意思 自己去查單字 這個東西是好 就是說他這種 這個生肖的人 他對某方面的需求 會比較高一點點 高於平均值 那至於平均值多少 你們要去查 這至少是根據我的市場調查 個人的市場調查 所以說聰明的人 如果他在追對象 追到那個屬羊的女生 一般來講 比較那個一點 因為這個屬羊的習性 也跟人家不太一樣 好一樣 如果你是1991 今年29歲的 剛好的 可以結婚也可以不結婚 你的財位在西方 西方 你的財位在西方 那你的桃花在西北方 西方的話 你弄乾淨就好 你不需要把那個財 弄什麼水族像布陣 因為財29不急 但是如果你要升籤 因為29歲 可能會升中階主管 這個時候我到街裡 把西方弄乾淨 不要放你的垃圾桶 髒衣服 不要內衣內褲亂丟 不要亂丟 這個地方 這兩個地方弄乾淨 西跟西北 尤其西北是你的桃花 如果你西北不弄桃 我跟你講 男朋友來一個 跑一個 來一個 來兩個跑一雙 然後你又在那邊叫無雙 沒有雙 這個很奧妙的那個 還是那一句話 不要迷信 風水 它不是萬靈丹 你要不怕車禍的話 要避免車禍 就是小心駕駛 我給你什麼BANU的 給你BMW 給你法拉第的 沒有用 沒有用 小心石的萬年船 風水一樣跟你講 你還是要改變一下事情 你出去拉拉踏踏 也不去外面做一點Social 你怎麼會有桃花 你怎麼會有業務 做一點時間的分配的調整 會對你不一樣 41歲來 41歲來 41歲講一下 41對的女性 屬陽的女性 齁 在南方 這個你先講一下 29歲的魚 西方的魚 黃色的好 黃色的 金色的 叫黃金 兩個都可以 那如果你是41歲 紅色的好了 41歲 紅色的魚就好了 一樣 在這個桃花自己決定 萬年青 黃金葛 還是一個那個粉紅白 其實玫瑰也可以啦 只要那個花有香味就好了 我跟你講喔 桃花 安妮桃花鮮 這個桃花鮮很厲害喔 他喜歡那個新鮮的味道 你不是香水味道 不是合成味道 不是金油的味道 聽好喔 我再講一遍 玉蘭花 茉莉花 香水百合花的香味 不是你的香精油能夠取代 香精油是騙人類的鼻子 因為我們人類的嗅覺有限 天然的跟合成的高手 機器一定驗得出來 人有時候聞不出來 不要去買香精油 也不要跟我買香水 拜託給好心情 拜託 因為你用香水 招怪的那些人 都是小狼狗之類的 都是那個渣男 我跟你講你不會信我的 花一點錢 少吃一餐飯 買一朵百合花 還是跟同事分 你一朵拿來可以剪兩隻 一人一朵 好不好 一朵花可以放大概十天 一個月少吃三個便當就有錢 要顧好來 你看你這樣才有好的鷹眼 你的東方弄乾淨 南跟東 如果你已經53歲了 這個很重要 53歲 老啊 你知道嗎 有一點年紀的 女人啊 可憐啊 都退化了 這個地方要特別注意 東方 老師跟你講魚的顏色 東 如果你已經65歲 1955年 西方 西方 西方的話一樣 黃跟金白 黃金白 黃色 一八分 金色可以 白色也可以 你 你的桃花在西北 你要為你記得 年紀比較大一點 魚要多一點 不要太大條 夜小條 夜好 那個大肚魚有沒有 以前那個 台中客國館前面很多 最近水少了 你看那個鄉下 可不可以抓到 不過那個魚都沒有顏色 也不好 去水主管買好了 水要弄乾淨了 大概買個十一條 尤其你53歲65 需要錢的話 如果你很需要錢的話 一定要把它弄 這兩個位置 老師還是那一句話 淨性書 淨性書 不如不信書 淨性風水 不如不信風水 但是 你起碼這樣想 老師的動機 希望你這兩個方位 弄乾淨 你也沒有吃虧 我又不是現在跟你收個十萬二十萬 或者說我幫你看養宅 沒有啊 你把東方弄乾淨 南方弄乾淨 你自己看了那個乾淨的環境 你不會心曠神怡嗎 你養了一些小魚 種了一個小小的萬年青 跟那個香水百合 你回到家裡門一打開 不會很舒服嗎 你的男朋友 你的女朋友 看到你的房間 有一點魚 然後有一點花 他不會覺得有一點高興嗎 有沒有 這就是馬克思講的 外在世界影響你內心想法 唯物論 馬克思最喜歡講唯物論 佛教講唯心論 唯物論 有沒有聽過 Materially的 不是唯心論 唯心論 下次再開始 可以再講 唯心論是佛教在講的 心中正 則世間正 你心中乾淨 則佛法靜 則佛土靜 但是這種東西 唯心的話 有時候 我們畢竟是 人類 我們畢竟是凡人 你知道嗎 我讓你沒得吃 還讓你抱著崇高的理想 怎麼可能 有 有沒有 唯物論 這個很重要 因為唯物跟唯心 大概要講大概六個小時 我怕各位聽不下去 我專攻結構主義跟結構主義 就講唯物跟唯心 現在就是說 這個世界上的東西 我打個比喻 我打個比喻 為什麼你去百貨公司的時候 特別喜歡花錢 百貨公司寬敞的地方對不對 柔和的音樂 然後讓你覺得很舒服 你有一種飄飄然對不對 突然之間你內心深處 壓抑很久 被人家摧殘很久 那種購買意外 不是就浮起來了嗎 然後那個小姐 先生歡迎光臨 先生這邊請 你馬上覺得我是當的 我是老闆的 唯物論 有沒有 如果那個地方 像菜市場在扎 地上要濕濕黏黏的 老鼠跑來跑去 你有心情買東西嗎 避之唯恐不及 你們有沒有到那個Club去 老師有記過 人家親口去的 你看 寬敞的環境 柔和的音樂 漂亮的燈光 那麼多的美女 用那麼好喝的酒 更好吃的食物 我跟你講 神仙都站不住 我還在那裡幫人家排八字 你看我排名 因為算人頭太貴了 一個要一兩萬塊 我花不起 我就在外面那邊算 很好玩的事情 所以你看 唯物論它會利用各種管道 來炸起你的錢財 唯物論是這樣子 你看那個和尚有沒有 哎呀 除茶淡飯 我認為它是美食就是美食 你說它是美食的良心嗎 也沒有啦 它用意志力來改變 周遭的物質環境 所以唯物論我們叫Material 那唯物論叫Ideally 理想主義者 這個如果開起來講 這個唯物論的話 馬克思回復史關 我看六個小時講不完 如果把它拍成袋子 我看也沒有人去看 大家只有那個 按錯女的我去看一下而已 今天這個洋宅 我們就講到這裡 如果各位對洋宅的財位跟桃花 有什麼意見 你們可以跟 可以來跟老師聯絡一下 如果老師住在台中 老師住在台中 如果我們在台中方便 直接找老師 跟老師異議事 不行的話沒關係 現在不是有那個LINE 跟WeChat 我們透過視訊 就可以處理一些事情 好不好 我會陸陸續續 把這個洋男 還有激男 講完 我可能會跳幾個生肖 不講了 因為 講一講這個 要講12次 就很累 大概講個 比方姐 這個很有用喔 前兩天 有一個朋友 打個電話來說 她去年就看到這個袋子 在那邊幫忙去弄一下 她說最近有一點轉計畫功 還是要多記得啦 有時候那個probability的問題 你知道嗎 剛好你的心境改變了 好 我再打第二個比例 你今天是因為那個小姐看你 你是男生 那個小姐看你一眼 你才高興 還是今天你本來心裡就很高興 才讓那個小姐看你一眼 現在就扯到一個問題 是外在的環境影響出你的欲望 還是你本來就有那個欲望 想去找一個東西 來滿足你的欲望 我現在在講說你內心深處 壓抑隱瞞很久那個欲望 是被人家誘花出來 還是你本來就要去滿足你的欲望 你看 我還是相信唯物論 為什麼 你看那個年耕耀 你看那個韓信 我們都常常怪那個朱元璋殺工程有沒有 雍正殺工程有沒有 劉邦殺工程有沒有 我不認為有耶 因為以前大家都很謙卑嘛 有沒有 以前大家喝喝米酒頭 喝喝花生米 然後發現你的這個眼大的想法 為什麼二十年後大家不相往來 你臭屁啊 你現在幹個銀行的董事長主在什麼 對啦我落魄啦 我只是一個小學教員啊 怎樣 為什麼 你被這個環境影響 以前 劉邦多好 劉邦對那個韓信不好嘛 為什麼要把韓信幹掉 年耕耀那麼厲害 平西北大將軍 一樣被雍正幹掉 你自己想想看這個道理嘛 朱元璋為什麼要殺工程 殺那個蘭玉啊 那個戰將耶 因為你不曉得節制嘛 你那個欲望越來越大 有沒有 已經公高正主啦 你要被殺要有條件 第一個 要公很高 第二個要正主 你像我們這種人 公也不高 你要正誰 你連老婆都正不了 要正主咧 所以那些人是偉人 我是說 用偉人鼓勵自己 有空想想看 外面環境影響你 還是你去影響環境嘛 如果是外面環境影響你 就典型的唯物論 唯物論 如果是你內心可以影響世界 雖然我很窮 可是我很快樂 雖然我身上沒錢 可是我覺得我很富有 那你就唯心論嘛 別人在那邊開車你不用啊 別人在那邊穿褲子 穿長褲穿皮鞋 你不用穿你穿內褲啊 我不care啊 我不是也不會死 我很快樂 我覺得了無牽掛 恭喜你你是唯心論 唯心唯物就簡單這樣判斷 有空講一講馬克思的異化 Aliation 這個老師專攻的 好 今天就講到這裡好了 好 再見 拜拜